老師 來喔 當然這兩位都有上吧 才會邀請你們來啊 好 今年的上半年 2024的上半年 最重要的一個星象就是 那當然這個會互相影響 那今年的一個星象 尤其是四月的時候 這兩顆星會合得最密 你說二四年 二三年 二四年 二四年的四月 就我們的上半年嘛 對 所以 它會合得最密 所以這個效應就很明顯 首先 珮珮 你是水瓶座 天王星是你的守護星 所以對你來說就是 木星來了 四月會到頂點 當然不是說過頂點之後 就沒有了 不是 而是它一定會幫你打開一個 什麼 打開一個新的未來 打開一個你所知道的可能 好 那 所以水瓶跟雙子 我們想當然爾啦 水瓶是肯定要上榜的 水瓶 哇 哇 耶 哇 其實水瓶座辛苦很久了 辛苦很久了 真的辛苦很久了 然後可能甚至喔 甚至之前還是悲債的喔 有的水瓶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一直在嘗試 然後其實回報是很少的 那當然今年就是一個突破口 首先因為一個很重要的行星要進來了 冥王星要進來了 所以水瓶座是被點名的喔 你們已經是未來新世界的主角之一 那我覺得佩佩走對了很多的路 第一個房地產運很好 因為剛好木星就在你的房地產運 的這個運勢裡面 這個星呢走到了五月 所以各位如果水瓶座你想處理房地產 不管是買或賣 或者是租房子搬家 換行業都不錯喔 就是說我不鼓勵水瓶座 只是埋頭去做自己一個人做的事 你應該多跟人連結 這這樣子你就會打開你的財運 那因為有木星來 加上天王星的屬性 所以這個機會通常是 不按牌裡出牌 出乎你的意料 來來來 我其實覺得水象星座同學 謝謝天蠍雙魚 大家不要小看我們喔 我們越老越有錢 我跟你講我不騙你 我們是越冷越開花的那種 所以大雙魚大天蠍大巨蟹 這個都不用擔心財運的問題 我們一定都有做好很多萬全的準備 阿吾阿吾阿吾前沿 事業體也會慢慢地建立起來 我們可能還是別人依靠的人喔 我們是照顧人的人喔 可是小巨蟹小天蠍小雙魚 就是你們就要看運勢了 因為你們小 所以你們要小心 就要看運勢了 好 那我們秀慧姐是雙魚嘛 那天蠍我就沒有讓牠上榜了 天蠍沒有什麼上半年下半年 天蠍的運勢一直都很好 謝謝 謝謝 我是很驕傲耶 謝謝 那我們來看雙魚 那以運勢來說 其實我覺得雙魚 一向也是一個 lucky star 所以像秀慧說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在這裡了 不知道為什麼事業就 運勢就來了 其實蠻多雙魚都有 有這種默默的好運喔 你們真的運氣比別人好 但重點是運氣好之後呢 秀慧姐至少知道 把錢放在媽媽那裡 如果你不會 就有一點危險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必須說 小雙魚現在還在努力工作當中 然後最近因為土星的關係 土星又在靠近你的守護星 所以我個人會把你們放在這裡 放半年 對 小雙魚可能更感覺到錢急拍毯 除了這個以外呢 水象星座最近還花了第一個 很多錢花在你想買什麼 你想做什麼 比如你想照顧人 這也是你想 所以你的錢可能就因為 你想而花了蠻多 那第二個 水象星座都在調身體 不管是醫美啦 或者是健康方面啦 或身體出狀況要開刀啦 在這個部分花了很多錢 所以最近很多水象都在破財當中 老師來囉 對 送給你 這兩個感覺都很好耶 火象星座 火象一定要在上面 對 紅 覺得這兩個在哪裡 聽完都感覺滿好的 對吧 應該是這邊吧 應該吧 紅色 我覺得我很幸運 好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 羽毛在這邊 明年繼續賺 其實我覺得火象星座走的是 因為現在木星在你們的財工土工 所以這個是 類似 多勞多得啦 有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如果是準備好的人 不要忘記 這次木星跟天王星合了 那個突然的機會 如果來的話 你抓不抓得住呢 羽毛剛剛也講了 前面有很多的暖身 有打好基礎 他才能得到這個機會 我們剛剛講 機會給準備好的人 準備好的人 你就會抓住熱氣球 忽然就上了五樓 那麼高 你平常用爬的可能爬很久 好 那可是他畢竟是正財運 正財運就不是偏財 所以還是要看抓不抓得住 那比較麻煩的是 你們負擔也不小 所以為什麼牡羊被我排在第三名 而且這個正財也比較耗體力 沒錯 必須要你親自上陣 親自監督 會腳亂 然後 所以他腳很軟 對 對 你要有那個健康 你要有那個體力 然後你要 短時間之內 可是我個人覺得 這會是牡羊的一個契機 背童童 射手座 射手座 還不錯吧 好的 射手座現在有 每個月十萬十萬的抽成這樣 對 我覺得好棒喔 大好大壞 但是 沒有 太長了 太長了 你機心往下跳 沒有 你怎麼這樣 不是那個倒數第一 對 對 其實蠻多射手 應該有投資吧 你看他算 賠大錢賺小錢 對 真的 玩了一百萬 還是賺了這樣子 然後你看你賺的都是正財 對 是靠努力 靠實力 所以火象星座 牡羊獅子射手 其實都很累喔 都很消耗身體喔 所以有一些射手是 今年 尤其是到 二零二三的下半 到二零二次的上半 這段時間你們的身體問題 是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射手應該會 花很多錢在健康上 那所以這個破財的感覺 就好像 平常要存錢 不然現在會 有點撐不住 那狗屁倒灶的事很多 很多射手忙太多了 除了工作的射手 通通 忙工作的事 家裡的事也要忙 家裡事情也很多 而且環境可能是比較 要煩躁的 所以也會耽誤你賺錢的進度 這也是為什麼 我把射手放在第一位 所以你首先 一定要保重自己 射手不要一直為別人 麻煩你稍微收回來一點 為自己 土象星座的同學 因為我們現在沐昕在 我們的公衛 就是在金牛座 是土象星座 所以土象星座的同學 都有上位的機會 所以財運其實都不錯喔 可是我們特別挑一個出來講 我要講的是金牛 處女 摩羯 其實都有財運的 但是這個又特別被我拿出來 就是因為它是沐昕本座 現在就在金牛座 其實因為處女 摩羯 還要辛苦 因為你們個性也喜歡辛苦 錢從天上來 你們也會怕好不好 可是金牛座 錢從天上來 哇 它可能還要忙著一直推 然後這個不要來找我 那個不要來找我 可是它可能越推 機會越來 金牛有這個運 所以它算是 我覺得財運 最莫名其妙的一個 那重點是大家不用擔心 金牛座個性很奇怪 有時候這種機會 它也不要 我們撿它的屑屑吃就可以了 真的 真的 要是其他星座的人 早就搶個沒完畢 真的 可是金牛會覺得 我不想 我想要睡覺 我想要過小日子 我妹就這樣 對 但是我相信 在這樣的一個機運之下 金牛座應該是有機會 改頭換面 有企圖心的當然就是 好好的抓住 屬於你的機會 好不好 不要太固執 好